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上一週就是談言論自由跟隱私權 跟名譽權的衝突 所以就是在談誹謗還有名譽 各位還記得我們曾經有跟大家介紹過 美國根本沒有什麼侮辱罪或誹謗罪 可是歐洲都有什麼都有 那麼台灣我們是學歐洲 我們也是都有有侮辱誹謗 所以表示說歐洲跟台灣我們除了保障言論自由 我們也非常重視名譽權 那麼為什麼在美國跟歐陸會有那個不一樣呢 有它的歷史背景 這個也是我們上週說過 那麼我只是跟大家簡單就是說 就言論自由的保障 在歐洲跟在美國地位就很不一樣 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 它明白的就是說 這一個言論自由必須要護誰有義務 你不能夠濫用那個言論自由 這個你看到就是說 Every citizen may therefore speak right and plain theory if he accept his own responsibility for any abuse of this liberty 等等等等 所以一般認為說在法國人權宣言呢 言論自由只是一個珍貴的權利 也就是說被認為就是precious right 可是美國的憲法就不一樣 美國憲法徵修條文 它一開始就是說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f the place 所以它明白就是說 國會都不能夠立法 來限制言論自由 所以言論自由在美國的憲法上 可以說是一個secret right 它是一個神聖的 就像聖牛一樣 是不可侵犯的 所以美國是特別重視那一個言論自由 再來看名譽 美國的憲法並沒有講到 民意權應該保障 其實台灣的憲法 其實台灣的憲法 我們也沒有提到名譽 美國的最高法院的實務呢 他甚至不承認名譽是一個基本權 他認為名譽只是一個 其他的人對本人人格評價的一種資訊 並不是一個人的人格尊嚴的一部分 所以它是不受保障 可是聯合國的公民與政治權力公約 歐洲人權公約 他都明白了保護名譽 那麼他的名譽又分為內部名譽跟外部名譽 內部名譽就是 別人對你的一個評價 這就是reputation 這個在聯合國的人權公約 他把它區分有這兩種不同的名譽 兩者都有保護 而歐洲國家也大致上都有保護 這個就是我們上週有跟人家說過 因為歐洲的封建歷史的傳統 那麼會特別保護貴族 他的內部的名譽跟外部的名譽 那麼這裡就是上週跟人家講的 名譽的歷史過去的發展 這我們就把它講過去 各位你們要知道就可以 歐陸封建文化重視貴族的名譽 所以他可以用決鬥 可以用生命來捍衛名譽 可是廢了封建之後 平民就一起貴族化 level up 同享名譽的保護 甚至在德國納粹的時候 納粹非常鼓勵 鼓吹亞利安人的優越 他甚至就是當時納粹的法律 是鼓勵每一個亞利安人 任何人如果對亞利安人 就是白人如果有所侮辱歧視的話 他要求每一個人 要為了亞利安的名譽奮起而戰 這個是一個 這是他們的一些過去的一個發展 但是美國是移民社會 沒有封建文化的包裹 所以貴族到了新大陸以後 他就一起平民化 所以在美國認為名譽的保護 基本上就是一個教育文化的問題 而不需要靠法律去保護 可是在台灣呢 我剛剛說過我們的憲法 沒有講到名譽這兩個字 可是實際上操作的結果 這個就是我們上一週 有一開始跟他提到四字五百零九號 大官做了一個解釋 他明白說名譽是憲法保障了人民的權利 那麼台灣跟美國其實都是移民社會 也都沒有貴族階級跟封建文化的一個包裹 所以我只能夠說 如果依我個人的看的話 我也會認為 是不是真的對名譽 名譽真的是很重要 那我也其實承認名譽 應該是一個憲法保護的基本權 只是說要怎麼保護 是不是真的需要用到刑罰 我個人會認為那個誹謗罪應該除罪化 那侮辱罪也應該除罪化 當然別人罵我 公開場合罵我 罵得很難天指責我 我一定會很憤怒 很生氣 那只是說憤怒生氣 可是真的就是說 我們會希望說 真的是用刑罰 就是把那個侮辱你的人 誹謗你的人 就怕他說有罪 變成有前科 然後就甚至 要抓到這個監獄裡面去關 那麼真的需要到那個程度嗎 那麼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在台灣的社會 都一直在辯論 就是到底誹謗要不要除罪化 那麼可能到目前為止 大致上可能是比較多 讀法律的人會建議說除罪化 可是一般的沒有法律背景的 可能一般人在目前的這一個民調上 可能都認為不能夠除罪化 這個常常各位你們會聽到一句話 就是說你不能夠在大街上罵人 然後在小巷才去道歉 然後在大街上罵人 你就應該公開也要接受那個處罰 譴責 這個大概是台灣一般人的 大家的一個看法 好吧 那這個接著就是說 那民事 要用民事的手段來保護 或者是刑事的手段 那麼再可以講就是說 歐洲 歐陸各國 有刑事的手段 也有民事的手段來保護民運 那麼台灣 我已經上一週跟他說過 我們的法律的制度 是從日本學來的 而日本他們當時 在19世紀末名字為新 他是派人到歐洲大陸 是學法政 那麼當時清朝末年的中國 他也是19世紀末 也是派人到歐洲 可是他不是學法政 是學船艦砲利 所以最後就導致兩個國家 最後在20世紀的發展的命運 就不一樣 好吧 因為我們是到了20世紀初 中華民國成立也不分千紅照白 不分說到底當時中國的歷史文化 是不是跟歐洲一樣 我們說過日本他的封建貴族 大概就像是跟歐洲很類似 有相同的文化歷史的一個背景 可是中國就學日本 日本就學歐洲 所以就用刑事手段 主要以行事手段來保護民運 那麼普通法國家 這個就是我們上次說過 這個目前全世界的法系 分為歐陸法系跟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一般就稱為普通法 這個在英文說就是Common Law 如果是歐陸法就稱為Civil Law Civil Society 就是那個市民 那麼在普通法的國家 也有民事跟刑事手段 可是以民事手段為主 這個趨勢就是在美國 英國過去也有民事也有刑事手段 可是後來英國最近幾年 把刑事手段 是用民事金權責任 這個我剛說過 美國的侮辱性的言論 沒有任何的法律責任 認為這是文明教育教化的問題 就是誹謗構成民事侵權責任 美國人就是非常重視言論自由 所以他們就不贊成用刑法來保護名譽 他認為用刑法的手段來保護名譽 也就是要限制言論自由 他認為說刑法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一種政治武器 會讓掌權者他會用刑法的手段來前置言論自由 那麼會傷害到這一個對言論自由永遠大的一個傷害 聯合國還有其他的國際組織 他們也是呼籲 這個就不是強制 他也是呼籲各國應該要除罪化 他說地約國應該考慮誹謗除罪化 刑法只能夠用於最嚴重的案件 自由行結尾適當的處罰 那麼在聯合國他所理解的 他認為不要用刑法的手段來保護名譽 他認為只有用在最嚴重的 你們知道這個聯合國他認為最嚴重的手段 最嚴重的妨礙名譽才能夠用刑法的手段 他指的是什麼 這一個我們以後會講 其實他指的就是針對那個仇恨性言論 仇恨性言論指的就是說 對某一個仇恨性言論 對某一特定的種族 然後你出於對他一種仇恨的言論 那這一個在歐洲或是現在的非洲 他們就非常有他們的歷史經驗 所以對於仇恨性言論 過去就是造成一個非常慘痛的歷史悲劇 那麼這個仇恨性言論最典型的就是 德國納粹時代都是對於猶太人 就是說猶太是蟑螂 那麼都是在剝削這個人民 他是一個低等的劣等的民主 他是吸血鬼 那麼所以這個以前德國的這些日耳曼人 就是對於猶太人就是都是發出這種 種族仇恨性的言論 所以造成一個人類的一個大悲劇 所以說二次大戰以後 聯合國就是對於仇恨性言論 就是有非常重大的一個宣誓 他們有反種族歧視的公約 那麼他也要求就是說 聯合國的這個會員國 對於那個 你們自己國內的種族的仇恨性言論 他也是要求要立法 用刑法的手段來嚴懲 他不希望人類再有發生 因為種族的不一樣 會發生這種種族大屠殺 這個就是大家應該知道說 納粹就是那個Holocaust 那個種族的大情形 不過雖然是這樣子的 人類的歷史 人類常常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樣去繼續教訓 所以歐洲 1990年代也發生南士大夫 他們的戰爭 那麼其實也都是種族錯維性的言論 那麼種族的大清洗 就是塞爾維亞人跟波斯尼亞回族的戰爭 非洲也是很可怕 那麼各位有沒有看過電影 盧安達大飯店有沒有看過呢 就盧安達那個Tucci跟Hutu 這兩個族群也都是這種種族的仇恨 你們都看到說當時看到那個背景 糊塗人的那個廣播電台也就是一直說 這是塗西人他就是那個蟑螂等等 那麼就呼籲大家如果碰到塗西人 那麼就應該像把蟑螂打死一樣的 要把他們打死等等 那這個就造成用盧安達的大屠殺 也是死了好幾百萬人 是以百萬來算的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人類的一個悲劇 所以說對這種種族的仇恨性言論 在歐洲有這種歷史 他們是要求要嚴懲 台灣對這個好像我們就比較沒有那個 不會感到那種切身的危險 所以就對這種種族的仇恨性 就好像比較寬容 那這個我們看那個報紙最近登的那個 《時代力量》那個立法委員 他們希望能夠定那種反種族歧視法 那如果說對於那個歧視那個種族的言論 他也希望把他入罪 可是就引起很大的一個批評 這個就是報紙登的那個大尾羅莫 那個是第七批評 就是裡面他有在這個嘲笑那一個 也不一定說嘲笑 就是說他認為原住民是好笑的等等 這個我個人我是沒有看過那個 不過就是《時代力量》的 就認為這個是對原住民的一個仇恨性感 所以我直接要跟他講的 這個的確仇恨不是說代表他 只是說對他只是仇恨 嘲笑取笑在歐洲的一個法治的背景 也認為這是一個仇恨性言論 不過在台灣大家都對於這個不重視 所以時代力量的這個建議 在輿論上很多人都批評 說這樣子鉛制言論自由 這麼說他只是好笑而已 他不是在仇恨 不過這個我就說 你如果放在歐洲的脈絡不一樣 所以你到歐洲 如果各位你們有機會到歐洲去游歷 就是千萬不要把台灣的那個習慣 帶到歐洲公然在那裡發表一些取笑 嘲笑其他種族的這個言論 這個在歐洲有時候會構成犯罪 好吧 那這個我只是跟大家講 再回到名譽 日本的封建文化跟歐洲是雷同 五四階級中名譽 所以他們有五入誹謗 那我們如果不講全中國 我們以台灣 台灣其實也是一個 我們的祖先其實就是一個移民社會 不管你的祖先是在清朝的時候來的 明朝的時候來的 或是1949年來的 其實我們都是一個 絕大部分 除了原住民以外 都是移民 一定社會我們沒有那種 封建貴族的一個包袱 難道真的還需要動不動 就是要祭出刑法嗎 好吧 那到底要我們要怎麼來保護名譽 那這個我們上次就跟說 509號解釋認為 我們的刑法用誹謗罪 用誹謗罪來保護名譽 所以509號解釋認為 這是OK的 他就是因為認為 台灣目前我們的媒體的自律還不夠 對我們上一周也跟他說過等等 所以他認為 在情勢沒有改變以前 用刑法的手段 也是用誹謗罪 他認為來保護名譽 那個大法官認為這個應該是OK的 然後他目前採取了 就是上一周沒有跟他講 他其實就是用一種真實惡意原則來判斷 就是受到美國的影響 就是actual malice 那麼他的意思就是 我們上次都跟大家說過 也就是說必須依其所提的證據資料 有相當理由可以確信你所講的是真的 那這個時候你發表言論就不會構成誹謗 所以即使最後證明你所講的不是真的 可是如果你沒有那種actual malice 沒有那種惡意 所以即使後面你發現你講的不是真的 可是只要你沒有惡意的話 也就不構成誹謗 而怎麼來說明你有沒有惡意呢 就是看我們上次說過 就是看你有沒有合理的查證 有的查證之後 然後你或經過你查證之後的 獲得的證據資料 讓你有一個合理正當的理由 你會可以確信說 我說講是真的 這時候你才能夠發表 這時候才能夠認為你沒有那個惡意 歐洲人權法院他基本上他也是同意他的成員國 歐洲各國可以用侮辱跟誹謗 也就是因為他們有那個傳統 不過後來他們目前慢慢的也在改變 所以歐洲人有法院他說 用刑法手段來前置言論 以達保護民意的目的 他說會造成寒蟬效應 這個寒蟬效應就是 在我們法學上常常用的一句話 我覺得這個翻譯非常好 就是我們一個以前一個大法官 林子儀大法官 他過去在介紹美國言論自由的時候 他講了一句話 英文講的就是chilling effect chilling就是讓你感到會寒冷 會發抖的那個 chilling effect 他就把它翻譯寒蟬效應 像你這個 各位就知道了 我就不用再進一步說明 那麼他歐洲人的法院現在就是說 當然你可以有誹謗罪侮辱罪 可是只有在仇恨性言論 煽動暴力的言論 歐洲人的法院才允許 用那個刑法來制裁 那個這個侮辱或誹謗的言論 如果他意思就是說你如果 不管你是侮辱的言論 或誹謗的言論 如果沒有構成那種種族 那種仇恨性的言論 那這個時候如果那個 每一個如果這些 會員國的法院判處他說 你是有期徒刑 這個要注意等等 歐洲政權法案都宣告 這個是違反歐洲政權公約 那麼這些都是歐洲政權公約 那麼這些都把那一個內國法院的判決 都把它撤銷掉 那麼這些 這個你們只要 我是跟大家講 這個都是我在舉例子 這個是2007年的希臘為被告的一個案例 那麼這一個是羅馬尼亞為被告等等 那麼這些都是歐洲人權法院認為 不應該用刑法來前置言論自由的一些例子 但是在台灣我只能夠說 台灣我國目前的實務 通常對於侮辱跟誹謗 都會宣告有期徒刑或拘毅 在醫科罰金 過去也曾經發生過選舉的誹謗 法院還是不准他醫科罰金而強迫他入獄 目前台灣大概都對於侮辱誹謗 很多判決有罪的都是有期徒刑拘毅 然後在醫科罰金 意思就是說你可以不用官 你只要罰錢 就是用罰金來取代 不過像這種 雖然最後你可以用罰金來取代服刑 可是如果在歐洲人權法院剛剛的判決 他們都認為你只要判決裡面 有這種有期徒刑或拘毅 他就認為說這個就是在恫嚇 這種恫嚇就是用刑罰 就是用剝奪人身自由 來恫嚇一般人民的言論 他認為這個就已經是違反歐洲人權公約 對言論自由的保護 所以在台灣我們這種 台灣目前的法院的這種判決 假設我們是歐洲人權公約 有簽署會員國 那這個大概都會通不過 台灣甚至我們99%這種誹謗罪侮辱罪 通常都可以用金錢去換 那麼除非有的人就是明白了 就是說我以作奸為榮 那就敲流打鼓說我要入獄了 那我很光榮入獄 我就你們不用拿錢來捐給我 讓我去繳錢給法院 那麼這個最近我曾看到好像就是那個 馮光遠 馮光遠就是寫過很有名的犀牛皮 什麼什麼一個文章 馮光遠就是好像是罵 罵吳玉生 那麼最後就是因為他好像說 吳玉生是違革立委還是什麼 結果就被好像是侮辱或等等 那最後法院都是判決他有罪入獄 然後也是有醫科法經 可是馮光遠他就故意 那個醫科法經淺其實也不是很多 可是他就是故意就不去繳 然後他要光榮入獄 不過即使被告願意光榮入獄 這種判決在歐洲人權法院 大概都不容許 那我剛說過我們的選舉毀謹 過去甚至有不准醫科罰進的案例 就是以前的那個李文中 李文中他就是涉及到 就在選舉的時候互相 通常選舉都是告來告去 可是那個案子大概是我國史上 就是大概是極極少數對於那種誹謗侮辱 法院的判決竟然不准醫科罰金 而是直接要求那個被告要抓去罰 那麼這個就是李文中唯一有過這個經歷 那麼很多人也都在說 那個法院在這裡是不是基於那個政治的考量 而做成這麼嚴厲的一個判決 這個509解釋就是剛剛說過 就是真實而言言者 就是行為人雖然不能夠證明言論內容為真 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 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 所以就不能夠用以誹謗罪的行者相審 這個還有更進一步的我們就 更細的我們就不談 那麼到底什麼是這種真實惡意 歐洲人間法院有幾個判決 他是怎麼判斷 就是他們的歐洲公約就是說 媒體你必須要有新聞專業倫理 你如果不符合你的報道不符合新聞專業倫理 可能就會構成就被認為說這個不是善意 而新聞專業倫理要求就是合理查證 所以最後大概是會跟美國的這種 actual matters基本上可以說是類似的 那麼我舉幾個歐洲政經法院的判決 這個案子就是這個實在是法文怎麼唸 這個案子就是這個申請人就是這個 他出書他指責前反抗軍的成員 這個All Black夫婦 出賣了前反抗軍的領袖 導致這個反抗軍領袖被納粹逮捕 所以這個就是你出書說某某人過去曾經當過髮尖 當過髮尖 背叛反抗軍的領袖 導致反抗軍領袖被納粹逮捕 那麼所以那一個被指責這個All Black夫婦 他當然就會告告這個作者說你是誹謗 結果法國的法院判作者是罰金 所以最後這個作者就告到歐洲政經法院 台灣過去也有類似的案例 就是說你出版回憶錄 你如果出版回憶錄說這個過去誰曾經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時候被你講到的一些如果他認為說這個你講的不是真的 他可能就會去告作者或是回憶錄的那個發言的那個人 最近那個就是那個丁守中 他這一次沒有當選 丁守中立委他是我們政治系的教授 他的父親就是很早以前就是我們的年勤總司令溫哈雄 那麼曾經有人就是寫過回憶錄 就是說溫哈雄的過去曾經怎麼樣怎麼樣 那麼這個溫將軍他就告告這個也有類似這種 我們來看法國這個案例是怎麼樣 歐洲政經法院說這個時候你就必須要在名譽權跟言論自由之間要有一個balance 他要有一個struck of fair balance 要有一個公正的利益權衡 所以他要求就是說你如果寫這種回憶 這是涉及到歷史 所以他說要遵守一定的歷史的方法來寫作 他說這個案子這個作者 failed to respect the fundamental rules of historical method in the book 所以他沒有遵守這種歷史的這種寫作方法的基本規則 所以最後是認為這個作者是就敗訴 也就是說認為說作者是應該要負那個法律責任的 那我現在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是 這個案子是挪威為被告 這個Lindberg他是一個公務員 他被漁業部派到某一艘船上面去擔任海報手類的檢察員 這個在歐洲就是說如果你漁船出去 他們就是會要求說你不能夠亂 違反規定去守戀那個海報或者是一些受到保護的一些漁類 那麼漁業部會派員去水船去監視 那麼最後漁船回來之後 這個Lindberg他就寫了一個報告 這個本來是資訊是不公開的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叫Tromso Tromso日報 Tromso是在挪威應該是中北部的一個城鎮 他卻把那個拿到這個全本的報告 記載船員違法類殺海報 也登在船員的訪談 那麼結果船員就控訴這個日報誹謗 法院認為這個報導誇張 沒有見過查證就判決有罪 最後這個日報就告到歐洲正經法院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這種案例就是說 報紙常常會從那個政府那裡 不知道從哪裡的消息來源 獲得一個資料 可是根據法律的規定 這個資料是秘密的不公開的 是記者常常有一些權威消息來源 那他說根據這個獲得的政府的內部的消息 他就說好我就做了這個報導 可是這個報導一出當然就那個船員就認為 這個不是真的 他說我們根本沒有違法類殺海報 所以像這種問題的最後就是說 法院被挪威的本國法院判決有罪 而結果這報紙就告到歐洲人權法院 最後這個歐洲人權法院 最後是認為這個報紙是勝訴 也就是說認為這個報紙不應該構成犯罪 他認為我們不能夠只對報導做孤立的觀察 他說報導也應該會登載不同的觀點 所以他認為說就是說報紙可以依賴官方資料的內容 無需再做獨立的調查 也就是說這個案子報紙他拿到那個官方的資料 他沒有再進一步做查證 那這樣的話是不是符合善意 歐洲人權法院認為 既然已經是官方的資料了 所以可以信任 你就不必再去做進一步的一個調查 並且他也說報紙沒有據名指控特定的船員違法類殺海報 所以對名譽個人的名譽傷也不是那麼大 另外最主要也是因為他的報紙 也同時有去訪問漁船的船員 而船員有去喊冤 所以他的大致上就是說 整體來看的話他認為這個報紙的記載 還算是沒有就是有good faith 有善意 不構成真實惡意 所以這個到底什麼是所謂 有沒有那個actual malice 就是那個真實惡意呢 就真的要參著很多的因素 我再舉一個歐洲東歐的一個國家 所以他認為他應該不應該被判決有罪 然後內國法院判決他誹謗 最後人權法院說 這個Flux也是一個記者 認為說他應該不應該被判決有罪 也就是歐洲人權法院是支持這個記者 他認為申請人 他說申請人他已經在報導以前 他在報導說 共黨的高幹有獲得這些特權 那麼他要登載以前 因為這一個記者說 我有打電話去問 就是說問那個共產黨的高幹說 你有沒有做這件事情 人家說有 可是呢 這一個 就是這些對方 與律拒接電話 共產黨高幹他拒接電話 那麼另外他也說 他會說生前已經符合專業的方式報導 並且表明他所談的 還沒有辦法獲得證實 意思就是說我要找他們問話 他們還沒有等等 那麼另外過去也發生過類似的 也就是說共黨高幹 獲得特權的一些事蹟 並且這些都是已經獲得證實的 所以表示說報導有一定可信度 所以最後就是說這個不夠能犯罪 總之這些例子 也就是說到底一個言論有沒有構成真實惡意 真的就是必須要依每一個個案 他的相關的情況最後來判斷 所以法官做的工作就是要收集個案 所獲得的這些相關的資訊 來判斷這有沒有構成真實惡意 因為每一個案例他的相關的事實真的都不一樣 那這個就剛剛說挪威報導漁船 這個是報導那個摩達維亞共和國的共黨高幹案 這個案例都不是很一樣 好吧 那我們現在這剛剛談的都是刑事的誹謗 那台灣我們又有民事的誹謗 我們現在刑事的問題 我們剛剛已經跟他介紹509號解釋 就是用真實惡意原則 也就是說依所提的證據資料 有沒有相當理由可以確信你所提的是真的 如果你可以確信是真的 那這就是OK 那這個關鍵就是在有沒有合理查證 是不是合理查證要綜合個案相關的因素來判斷 大致上就是我們媒體有他的媒體的新聞的倫理 大致上這些新聞倫理大致上講的就是這種合理的查證 我們現在再來講民事的誹謗 美國的民事誹謗基本上它的標準就是用剛剛所談的真實惡意 Action Malice 在美國各位要知道說在民事案件 你如果別人誹謗你 然後你說我有精神上的損害 所以我要求對方要賠我金錢來做一個精神上的損害賠償 那麼在民事的案件 這是都是私人告私人 那個原告你必須要舉證 可是在美國你要舉證 可是美國又是採真實惡意原則 也就是說美國你要舉證 原告有惡意 這個真的是難上加難 所以美國在言論自由的案例 原告幾乎難以勝訴 所以很多人說美國現在已經真的是成為一個 濫用言論自由的一個國家 這個幾乎你的名譽被人家誹謗 既構不成 他的那個誹謗既構不成形式的責任 民事也大概很難告得成 可是在其他國家就不一樣 其他普通話就像加拿大 他的加拿大是認為 行為人也就是說反而是那個不需要 不一定被人的原告要舉證 他被告必須要舉證說 我有這種報導 是已經做過了負責任的溝通 Responsible Communication 真實溝通應該也是大致上像是 真實而已也沒有什麼差不多了 不過他們是要由被告要來舉證 而是不是屬於合乎責任的溝通 在加拿大就是要看一些相關的因素 就包括他所報導的這一種他的嚴肅性 還有這個報導那種對公益的影響 是不是有沒有很重大的公益 然後他是不是具有疾迫性 還有消息來源是不是可信 還有你在報導以前 有沒有先跟對方 讓他知道然後讓他表示意見 英國也差不多 英國也要求說 你如果報導別人 上一大片的名譽 你必須要舉證 你的言論是Responsible負責任 而是負責任要參考這些因素 也基本上也都類似 澳洲也是 你必須證明你的行為 你的報導是Reasonable合理 那這個是說 也一樣被告有合理的理由 相信其責任為真實 有採取適當的步驟 在合理的可能範圍內 證實資料的真實 有尋求被誹謗的回應 並給予發表 等等之類的 而台灣目前我們民事判決 我現在我再跟他強調 我們現在講的是民事案件 如果是刑事案件 就是根據剛剛509解釋 所講的一些真實惡意 那麼如果是民事案件 我們目前最高法院 就是要斟酌 也就是民法有沒有 要不要行為人要不要負 精神上的損害賠償責任 要斟酌行為人跟被害人 也看看這個被害人 是不是私人或媒體 或公眾人物 或免疫情侵害的程度 這件事情跟公共利益的關係 資料來源的可信度 查證對象的人事物 還有陳述事項的時效性 也就是剛剛所說的那個urgency 還有看查證的時間費用的成本等等 也就是一樣要綜合這項考慮因素 來看看是不是構成這一個要互民事賠償責任 那麼這個大致上是把我們上一周介紹 就是在做一個重新的整理 那麼我再把那個五入再講完 最後如果說各位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們也歡迎大家在課堂上就是可以發問 我們剛剛講的都是一些誹謗的問題 誹謗就是上一周說過 你傳述說某某人做過一件什麼事情 而結果那事情不是真的 而你傳播那些事情會傷害到別人的名譽 這就是誹謗 而如果五入的話是主觀的對別人的一個貶低的評價 可是我現在要跟大家舉例說我們說過 五入罪在美國不僅不構成犯罪 所以連民事的賠償也都不需要 所以美國五入罪是完完全全是free 你可以罵人 既不需要負民事責任也不需要負行事 他們的負民主義的負民主義 因為他們不需要負民主義的負民主義 我現在要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例子 我現在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例子 這個人是在美國當時是很有名的一個福音步道家 各位你要不要知道說美國常常有一些步道家 牧師他都是在 特別是在美國中西部 他們都會購買那個電視頻道 可能晚上九點十點 那就口沫 橫波就在那裡宣揚那個上帝的意思 然後很多中西部的這些很傳統的 很保守的白人的這些人 大家都信仰非常虔誠 都會按時去收看 收看完之後他就會在電視上播打 08000什麼什麼 你說要捐款就往這個戶頭捐款 這個可以募到很多錢 那麼這個步道家他當然就是要見牧師 他都是道德非常當然都是 也算是道德家 可是就是這種牧師常常被取笑 被取笑 那麼這個酒類的廣告他就是說 他虛構說我訪問了這個步道家 而這個步道家他說我就是 他說他把第一次獻的經驗獻給他的母親 這是一個非常惡劣的一種玩笑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他說是因為我們都喝了就是那酒類就是 Campari這個酒就是Campari品牌 他說就是因為我們喝了這一個就微醺 結果他說他就在家裡外面的骨倉 然後就第一次就跟他媽媽發生性情驗 這個真的如果是在台灣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惡劣的一個 各位你們認為這是誹謗言論還是侮辱言論呢 雖然好像他是說在講某一件事情 可是這個在法學的判斷這個不是誹謗 因為聽的人這個讀者都知道說 這是一個惡劣的調侃 沒有人會相信說這個 因為這個一看就知道說這個是一個開玩笑 一種很惡劣的一個玩笑 所以就變這是一種侮辱的言論 可是這言論就真的是非常惡劣 可是在美國就是認為 他說胡恩布道家他是一個公眾人物 他認為說公眾人物 各位要知道有一句名言 過去美國的總統杜魯門 他講過一句話 就是說你如果是一個名人 或者是你一個公眾的政治人物 他說怕熱就不要進廚房 就這一句話 所以大致上次名人他是認為說 名人你必須要容忍 別人對你的一個言論 所以他 美國最高法院認為說粗暴 再怎麼 outrageous 的言論 即使他已經 沒有這個是地院的判決 可是最高法院認為說 只要涉及公眾人物 再怎麼粗暴 怎麼令人厭惡 也應該要容忍 好吧 那這個就是那個廣告 就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那一個布道家 那麼這個就裡面就是說 你會不會忘記你的第一次 那這個就是那一個葡萄酒 那個真的 我們剛剛跟大家舉那個 五入 我們就用這一個美國的這一個 Jerry Fairway Talks about his first time 這一種 這種那麼惡劣的這一種 廣告 開玩笑 就我們會說開玩笑要有一個一定的程度 可是他這種開玩笑到這一種 說一個牧師那個道德標準 需求那麼高的人 就能被污蔑 說他喝了酒 然後他第一次就跟他媽媽怎麼樣 這個在台灣大概是很多一定認為 孰可忍 孰不可忍 那在台灣如果是刑事案件一定是有罪 民事也一定是告 一定是可以認為應該要付賠償責任 可是在美國完完全全都是OK的 美國認為說你是一個公眾人物 那麼你就必須要容忍那麼惡劣的 粗暴的 令人厭惡的言論 那我再跟大家舉另外一個 德國剛好相反的一個案例 史特勞斯卡通案 這個是在1980年代 發生在德國一個案例 以前德國最保守的一個天主教幫 就是巴伐利亞 他的總理就是德國基督教社會黨的黨魁 史特勞斯 那麼他是在德國是非常保守 那這個他已經在巴伐利亞當幫總理 已經連任好幾屆 那麼一向是以保守的姿態 的那個政策來統治那個幫 那後來他說 他說我準備好了 他說我現在準備要來統治全德國 當他這樣講的話 讓德國其他幫的這些自由派的選民 大家都嚇死了 他說怎麼這個巴伐利亞的人要來了 等等 那這個總理就是廠長這個報紙都會諷刺他 所以就一個諷刺漫畫把他畫成 他是一頭發情的豬 人頭的豬 更嚴重的就是說他跟穿法袍的人頭的豬的 他指的就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大法官 他把聯邦憲法法院的大法官 他畫成人頭然後也是豬 穿了紅色的法袍在交配 這在台灣也一定會認為 孰可忍孰不可忍 那這個在台灣可能也會構成 可能大法官們或史特勞斯 一定是告到法院去 法院一定會判決有罪 那麼也一定是民事損害賠償 那麼這個案子 德國的法院也都認為說 這個漫畫侵犯到史特勞斯的人性尊嚴 那麼像這個案子在德國最後 也就是認為有罪 那也要告 可能在台灣一樣 所以從這裡其實就可以知道說 美國跟德國可以對那個侮辱 真的是非常不一樣 那麼台灣目前大概是跟德國差不多 可是在德國要強調 德國其實是侮辱罪 他也絕對不能夠判 那一個要入獄 如果是有其獨行巨議 那麼這種判決在德國 有這種判決的話 那如果說報紙告到 歐洲人權法院 那麼這個時候都會贏 歐洲人權法院會 射銷他們的內國的這種判決 所以我再強調在歐洲目前 你如果有誹謗罪或侮辱罪也好 如果最後你是被判決刑事 構成犯罪 那麼這種判決 頂多只能夠罰金 絕對不能夠有剝奪人人自由的一個處罰 那現在就是說很多情景到底什麼時候是構成侮辱 有時候真的是很難判斷 會有爭議 這個是 林肯斯告奧地利 記者罵總理 Krasky說你是一個下流的機會主義者 說他是一個 前納粹跟前納粹結盟是不道德的等等 那這個總理就告這個記者說這是侮辱 因為他罵我下流 下流機會主義者 這個如果在台灣你罵一個政治人物說 你是一個下座下流等等 那這個在台灣會不會構成侮辱罪 這個案例確實有趣 那這個可是在歐洲人權法院政府 這是言論自由 你可以罵人家下流的機會主義者 一樣是奧地利這個案子 這個記者批評 這個歌頌納粹的自由黨黨魁 嗨的是白痴 德文有時候叫Mark Trotter 那這個法院也認為這個是言論自由 他認為並非慢無理由的人生攻擊 然後他說字眼是用他有提官客觀的說明 為什麼他白痴 那麼在歐洲這些案例就是說你如果罵人家是種族物煽動者 罵人家納粹 新納粹 法西斯 新法西斯 瘋子 狂熱分子 那麼歐洲人法院說因為這個是在公共的論戰中使用 你來我往 所以最後都認為這是OK的 言論自由 可是在台灣你如果罵人家說 你是一個黃民 日本的黃 這個就是通常是男演罵綠演說他是黃民 那或者說你罵人家共產黨等等 那麼像這個也都是很惡劣 可是在如果放在歐洲大概都是OK的 可是現在有一個案例 這個案例是Linden vs.法國 這個也是Linden這個人他撰寫一個虛構的小說 可是要知道勒鵬就是現在法國的那個極右派的那個政黨 就是民族陣線 民族陣線的目前的那個選舉大勝 他的那個黨魁就是勒鵬 可是是這裡所講的那個勒鵬的女兒 原來的就是勒鵬是目前的黨魁的父親 勒鵬是極右翼的民族陣線的黨魁 那麼這一本虛構的小說他提到說 某一個真實發生的那個案件 這是北非的青年被民族陣線的民兵謀殺 那麼他質問勒鵬是否應對民兵暴行 負起終極的責任 然後稱得碰是兇手集團的首腦筷子手 靠選民的痛苦跟鮮血茁壯的吸血鬼等等 那麼這個他說這是一個虛構的小說 所以既然是虛構那麼這個大概都往侮辱罪了 可是這樣的侮辱這個道理可不可以 那麼法院一向認為諷刺誇苦的言論應該特別寬容 可是這個案子他認為 本案言論對公眾產生潛在的影響 因此已經操作言論自由允許的挑撥範圍 這個案子卻認為說這個言論自由要退讓 所以有時候那個可能真的是很難判斷 可是剛剛那邊他們已經說是虛構的 對是虛構的 可是虛構也是虛構到 因為他最主要的言論就是說 他對會發生前者的影響 所以這是因為虛構所以他不會用誹謗 因為就知道說這個虛構的言論 可是當你說這個整個的故事都是虛構的 有時候常常你會聽說 這是我做夢夢到的 然後就是說某某人做什麼等等 像這一類的還是要依格案判斷 好吧 那我舉台灣的例子 台灣的民事案件就是說 民主多元的社會認為說 對可受的公平的事情 即使用尖雙科普的言論 也受憲法的保障 可是常常法院的判決 會讓人家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判斷 不構成侵權責任 也就是說這是言論自由的就是 你說罵人家現代陳世美 國民黨用司法整肅議局 司法院的政務院長犯人沒多久 龍潭案就判決等等 那麼這個案子 現代陳世美這個案子是誰當原告 施明德 施明德他後來就是因為主洪山軍 結果很多綠營的人都紛紛罵他 那麼因為施明德他過去就是 他的原配 他跟原配後來離婚 然後這個大家都很多人都 就把施明德過去的歷史就把它爬出來 然後說施明德飛往騰塔之後 就像陳世美一樣 你們知道陳世美的故事嗎 就是考上了進京趕考 然後就變成護馬爺 然後就拋棄曹康之妻 那麼這個就罵說他是現代陳世美 那施明德就告 可是最後這一個案子施明德輸了 那這個法院認為現在陳世美這個是言論自由 那有人罵說國民黨用司法整書議題 那麼國民黨去告 那這個法院也認為這是言論自由 可是呢 又有一個言論是構成侵權責任 你說罵人家政治牛郎 誰被罵一樣是施明德 那這個也就是說有人就是一樣 綠營的問題就是罵施明德說 說你是政治牛郎 就是因為認為說你過去是綠營 可是你現在又籌組洪三軍 然後這個是不是變成藍營 然後這個後來的言論好像有時候就不知道說 他是忽藍忽綠或是什麼就不知道 不過施明德認為說他是最公正 他既不染也不綠 所以綠營就罵他說你根本就是一個政治牛郎 結果他告這個案子他告贏了 所以就是罵他的人就要賠他一筆金了 像這個案子我 我以一個第三者來看的話 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現代陳世美 如果認為這個是言論自由 政治牛郎為什麼不是 那如果政治牛郎是不是言論自由 那應該理論上現代陳世美 也不應該講等等的 所以這個什麼時候構成侮辱罪 到底什麼是可以容忍 我一直覺得那一個沒有一個客觀標準 所以侮辱罪我一直覺得 或侮辱的言論 這裡再舉刑事案件被認為是構成侮辱的就是罵人家剉賽 這個有罪 罵人家不要臉也有罪 敗類有罪 白結無恥這是無罪 所以你如果罵人家無恥 你這種寡憐賢恥無恥認為說這是OK言論自由 所以有時候我真的不知道法院該怎麼判斷 敗類不可以 無恥可以 傀儡不可以 傀儡有罪 所以這個各位同學們你們真的是要留口的 要知道說有一些不能夠講的 沒品也不可以 你是什麼東西 所以你知道台灣目前的這個法院的判決已經是前置言論自由前置到這個地步 所以你們雖然同學之間互相罵來罵去 如果哪一天被罵的人他真的是take serious 要告到法院去 你們真的是會吃不了多這種 那麼遲到大往是我上一週跟他舉的 這也是有罪 罵人家下流三流 也不可以 我的一個整體印象就是我們法院對於那種侮辱的言論 不管是刑事民事案件 我都認為這個已經 我都認為這是小事 當然被罵的人可能認為不是小事 但是我認為他這樣的話已經讓法院變成是一個道德的糾察隊 好像就是說語言的一清專案 就是說我們要語言 要肅清語言 大家講話都非常有道德 要非常有禮貌等等 可是我覺得這不應該是法院的工作 這應該是教育的問題 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的問題 而不是靠判決 而有時候真的是你不知道說 你罵什麼樣的話 法院真的是有時候說這個是可以 可是有時候又別的法官認為說這個不可以 你會讓人民無所赤仇 那真的的話最後是傷害的是法院自己的威信 所以台灣常常很多人都批評說 打官司有時候就是要靠敗拜 要靠你的祖上是不是有積德 因為有時候就是剛好你碰上某一個法官 那這個案子真的會說這個是言論自由 碰到另一個法官道德感比較強的 不是道德感就是比較嚴肅一點的 他可能就是說不能罵 這樣罵就構成犯罪 所以同樣的一個罵人的話 有時候構成A法官說有罪 B法官說無罪 真的是你罵人的話 這真的是會不會構成犯罪 就真的是好像這個 真的是看祖上真的是有沒有有德 所以真的是問題非常大 總之我個人對於侮辱性言論就是說 侮辱相對於誹謗 對民意的親愛比較小 比誹謗罪更應該除罪化 侮辱罪跟台灣的移民社會 我也認為是格格不入 移民社會總是講 我們並沒有那種 過去的這種封建貴族 保護貴族名譽的這種傳統 這種包袱 還有就是為了避免浪費司法資源 如果要保留侮辱罪的話 應該頂多侷限在 基於種族 宗教信仰 性別 性侵向的理由 對人公長為仇恨性的辱罵 才足以構成人性尊贏的孫愛 要構成無辱 這個是目前歐洲人間法院的態度 就是只有醜溫性言論才會構成有罪 其他的他們認為可能即使是有罪 在歐洲也絕對不能夠判處 剝奪人生自由的一個處方 那種醜溫性言論 那麼這種醜溫性言論 我們會看看下一週或下下週 我們再舉些例子 來跟大家來討論 好 我們繼續 我們上週最後有跟大家說過 如果你的言論 不管是誹謗或侮辱 如果構成侵犯到他的名譽 講說法院判決說 你是構成清潔行為 民事案件 通常我們說過 通常還會要求他 法院 會要求說應該要登報道歉 你們認為該不該登報道歉 我們現在看 這個應該是 上次說的新新聞很久 這656號 這是新新聞的報導 李秀蓮致電媒體高層 這個媒體高層 據說就是 是楊兆 以前新新聞的 好像是總編輯 然後說 李秀蓮親自打電話給高層 梅里高層說 陳水扁跟蕭美琴鬧緋 那麼就看出鼓動緋 暗鬥阿扁的竟然是李秀蓮等等 那麼這個楊兆 他出面證實說 李秀蓮的確打電話給我 這真的是有跟沒有 這真的是一翻兩瞪眼 可是李秀蓮說我沒有打給他 那楊兆說你明明有打給我 這真的不知道要信誰的 那這個是新新聞 他這個 那這個裡面的報導 就是總統有鬧悔文 嘿嘿嘿這樣子 那李秀蓮甚至說 吳淑貞也知道 要他幫忙看緊總統 那李秀蓮進一步透露 吳淑貞告訴他說 這件事情他是聽一位四位講的 那麼等等 他說這目的是什麼 這是四位跟他講 這是他們的電話 這是根據新新聞的報導說 電話的內容是這樣子 這些都是他說電話的內容 然後又專訪吳淑貞 人家說你 就是他說李秀蓮他說是你講的 吳淑貞說副總統應該去看心理醫生 叫吳淑貞否認 他有跟李秀蓮說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新新聞也就有專訪 吳淑貞的內容 把這些也都登載在這個新新聞裡面 這個是他說的 吳淑貞說 吳淑貞常常亂講話無聊 然後我們吳淑貞說 對總統有充分的信心 然後又去專訪副總統的辦公室發言人 然後蔡明華她認為 當初說副總統不可能打電話給楊兆 給媒體的高層去放話 然後也專訪蕭美琴 她就很無辜 為什麼 為什麼保守我跟他有匯文等等 自認為倒楣 這件事情就是說 新新聞它有訪問的 涉及的這個 它有去訪問那個吳淑貞 有訪問蕭美琴 有訪問副總統辦公室的發言人等等 然後全部都否認 關鍵其實就是楊兆他說 副總統有打電話給他 可是副總統說沒有 實際上他又沒有辦法 證明說副總統有打電話給他 這件事情 結果地院判新新聞敗訴 命楊兆要刊登陳清的聲明 連續三天 在各平面媒體的全國版的頭版 還有一分鐘長度連續三天 播放各電子媒體 八點到九點 九點到四點 這兩個黃金時段要朗讀 判決文全文要刊登在全國頭版等等 這個如果要刊登的話 要花了好幾百萬 甚至上千萬 你到全國的各媒體第一版 頭版 這個是很貴的 各位這個就是楊兆他曾經說 這是不系列的公然污蔑履物總統 嚴重損害履物總統名譽 經查免智慧成千回物履物名譽 成千人鄭重 說這個都是虛構捏造全非真實 所以我們要刊登的內容 要求法院依照原告所代擬的這種 曾經聲明 那麼要求法院判楊兆要依照這個聲明去 登報道歉 這是我們目前台灣的訴訟的實務是這樣子 所以常常那個被告最後法院判他 要登報道歉 那個道歉的內容 通常都不是那個被告自己寫的 都是原告幫被告寫 說我對不起我做錯了請你原諒 然後法院就判被告說 你應該要照這個文字去 到報紙去買報紙的那個版面 通常實務上是這樣子 被告即使輸了 被判應該要依照這個內容去道歉 通常被告也都拒絕 自己花錢去跟報紙買版面 通常都是怎樣子 都是原告 先發一筆錢 然後用被告的名義 要求被告要照這樣登報道歉 然後報紙就登出來之後 然後原告把那個登報的錢 要求被告你應該要交 所以目前這種登報道歉 說被告登報道歉 這實際上都是 說真的都是 我真的都是造假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那都是被告不請不願 然後呢 可是法院已經判決 說你被告應該要登報道歉 可是被告他還是不請不願 那就是原告 替被告去登報 然後那個錢再向被告拿 所以這種道歉 都是 不是誠心誠意的道歉 就是被迫 別人替你道歉 那這又有一個道歉聲明 這個也都是我們的副總統 事先跟他育擬的 就是說這次不是報道公然武裂 眾總統沿上損害 道歉人等向副總統甚至歉意 等等之類的 好我現在跟他講 各位你們贊不贊成就是說 我登報道歉了 法院可不可以強迫 或者就是說 我不想要公開的向某人道歉 可是法院透過判決 命我要依照這個內容 去說對不起我錯了 我做過做錯什麼事情 這個也是跟言論自由有關 我跟大家講那個 言論自由所保障的內容 除了就是說 保障你可以積極的 你可以去發表言論以外 我們言論自由 還保障一個 我們成為消極的言論自由 也就是說 你有不發表言論的自由 哪一個國家 沒有不發表言論的自由 這通常都是以前的共產國家 現在的北韓 甚至以我的理解 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可能在勞改言 他也都是叫這些勞改人 你要發表自我批判 自我就是說 我怎麼做錯的事情等等之類的 台灣在戒嚴的時候 也是會這樣子 我不知道你們都年輕 你們小時候應該已經沒有了 這個在過去台灣什麼時候 什麼樣幾乎也是 在逼迫人民發表言論呢 以前大概就是講功誕辰的 然後就是學校發動 大家都要上街頭 然後拿牌子 就是慶祝講功誕辰 然後去遊行 我們小時候就是這樣子 這個發動就是說 小朋友 學生 上街頭拿這個 這個都是侵犯到人民的 消極言論自由 就是我有不表態的自由 可是這個都是變成那一個 強迫你 你要去發表說 我支持什麼 我慶祝什麼 這個其實以現在的眼光 來看過去戒嚴時期的一些 這個其實都是侵犯了這一個 消極的這一個言論自由 那麼登報道歉其實也是一種 侵犯消極的言論自由 不過問題還是在這裡 任何一個自由權都不是絕對的 國家如果有正當理由 那麼在合乎比例的範圍 也就是在必要的範圍內 是可以限制的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要來判斷 各位你們認為 這種逼迫人家公開道歉的這種 限制或欠愛消極言論自由的這種行為 是不是有正當理由 有沒有過分 有沒有超越必要的限度 那麼法院這種判決呢 其實他說他是根據民法 各位你們看一下民法 195條 我們就專挑名譽 他說不法親愛他人的名譽 情節重大 被害人雖非財產上是損害 亦得請求賠償相當是金額 最後這一段 其名譽被侵害者 並得請求回復名譽的適當處分 請求回復名譽的適當處分 那到底什麼是回復名譽的適當處分呢 過去法院的判決就是說 請求登報道歉以求回復名譽 請求登報道歉以求回復名譽 他說這個是OK的 與法尚無違誤 那麼這個又是62年台上制的判例 他說公私無精神上的痛苦 那麼登報道歉以求回復名譽 所以不能夠請求回復名譽 不過基本上這一個判決 也是認為可以登報道歉 登報道歉是可以回復名譽 那麼這個案子就是最後法院判決 新新聞敗訴 那麼副總統要求他要登報道歉 所以最後確定之後 新新聞他們就向大法官 有大法官來判斷 到底強迫登報道歉 這個有沒有侵害到消極的言論自由 合憲不合憲 這其實都還涉及到 那個人格權 人性尊嚴 也就是說如果人民 在日本法官大法官大法官大利 抵抉 它在香港的科官 這不是這樣的法官的法官大利 華人給過 做出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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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說法官大利 然後你必須要定期是發表你的心得報告 從你的心得報來看看你已經brain-washed 有沒有成功之類的 那其實這個就是說人類的歷史 確實就是有這一種強迫人民講他不想要講的話 那這個就是輕微的消極言論自由 不過現在涉及的就是強迫登報道歉 那真的這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一個問題 像現在我相信 我應該有跟他說過了 目前台灣可能多數的民眾都認為 既然你罵人的 而你罵人都被法院判決這個是違法 那叫你登報道歉 這個是天經地義 我想多數的人大概也都是會認為 我認為應該要登報道歉 可是 我們現在問一下好了 各位你們贊成 我這個你們贊不贊成登報道歉 贊成了請舉手 我現在只是目測了 難道呢 不贊成了呢 還是不贊成的多喔 我們再來看一下大法官是怎麼說 這是在656 在這裡他先說 民意權也是受到憲法所保障 那他說民法規定 可以有回復民意的適當處分 他說 回復民意的方法 民事審判事務 不乏以 判命登報道歉作為回復民意適當處分 有判決先例 可是這個就牽涉到 我們憲法 保障言論自由 包括消極的不表裔自由 讓他說 不表裔的理由有多端 還涉及到內心的信念跟價值 是攸關人民內在精神活動 自主決定 所以他說 強迫人民發表 言論 登報道歉 也是攸關個人主體性的維護 還有人格自由發展 所不可或缺等等 也跟人性尊嚴有關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 強迫登報道歉會涉及到不表裔自由 也是涉及到人性尊嚴 那麼他進一步說 在親愛民意的事件 如果為了維護受害人的民意 有限制加害人不表裔自由的必要 這個時候就應該 要就不法侵害人格法義情節的輕重 還有強制表裔的內容等等的 來做一個審慎的利益衡量 不能夠違背比例原則 但是他說 要求 登報道歉 他說目的 是為了回復民意 這是目的是正當 可是 大法官在這裡就是說 你在判斷 可不可以強迫登報道歉呢 他必須要權衡 所以他這裡就是 要權衡親愛民意情節的輕重 當事人的身份 加害人的經濟狀況 如果認為 在合理範圍內 由加害人 負擔費用 看載澄清事實的聲明 登載被害人判決勝訴的啟示 或者是把判決書的全部 或一度 登報等手段 仍不足以回復民意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才以判決 命加害人 公告道歉 他說如果是這樣子 是OK的 所以在這裡就是 大法官在這裡就是說 你 不能夠 一概的 馬上的就是強迫被告 要登報道歉 他說還有其他的方法 如果也可以來回復 那個被害人的名譽的話 那你就不要 強迫人家登報道歉 那麼有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其他的方法 這個就是他這裡說的 你可以透過判決 要求由加害人負擔費用 勘採事實澄清的聲明 澄清澄清的聲明 就跟登報道歉不一樣 比較不會說 命你說我說我錯了 請求原諒等等 他說也可以要求被害人 去登報登載 被害人判決勝訴的啟示 或把判決訴的全部 一步登報道歉 老實說 如果做到這樣的話 登在報紙 那麼閱聽者就已經知道說 這件事情是那個行為人 他的確是他的言論 被法院判決 他是欠到人家的名譽 然後現在已經把那一個 判決的主文內容 或甚至判決的內容 全部或一步 還有澄清啟示 如果都能夠用這樣子在報紙上登 登報道歉其實根本就已經是超出必要的程度 這個就違反比例原則 那這個是道爾關的一個判決 所以登報道歉只有在用這些手段 就是一個判決的判決 比如說 這座並把判決之一 被害人因為 但還要適合 現在認證 這個要рий 跟歐洲幾個國家憲法法院的同僚 有交換意見 常常是在司法院常常會有這種事情 那麼歐洲的很多憲法法院的法官或學者 他們都說原來全世界有的國家可以要求登報道歉 他們發現這事情在歐洲他們根本都沒有想到有這種制度 他們認為是匪夷所思 要求人家登報道歉 然後他們說要求道歉這個不是都是在小學的時候 小孩子做錯了然後老師就是說道歉 等於他說這個不是都是對小孩子嗎 那怎麼在國家的制度然後把它當作是一個透過判決要這麼做 後來我們找這個歐洲也不是沒有 好像後來我們找到好像是只有一個國家 是兩個國家他們也有登報道歉 我的印象就是烏克蘭跟斯洛伐克 這兩個東歐的斯拉夫的國家 那現在都沒有 可是很有趣的就是說東亞的國家也有強迫登報道歉 你知道哪一國嗎 就是日本還有韓國 那差不多十年前我在那個學校也是上研究所的課 有一位越南來的留學生 那麼他上我的課他是北越的 應該是位階蠻高的 公務員出身 這個中文非常好 那麼他那時候來上我的課也是在修言論自由 那麼他也做了一個報告 然後我才發現越南的民法也跟我們一樣有回復名譽適當方法 然後他們也有登報道歉 所以我才發現說這個越南有登報道歉 台灣有韓國有日本有 這個是不是這種漢製的國家 或是這種如是道合一的 或是被認為說這是受儒家思想的那一個影響 是不是跟這個有關呢 這個我對這件事其實是感到很有興趣 不過這個要做進一步的法社會學的研究 就是為什麼東亞這幾國 剛好就是會有那一個強迫登報道歉 那而剛好台灣就是新新聞他會告 他說強迫登報道歉是侵害到基本權 認為這個不可以 同樣的日本也有類似的案例 日本人也有被法院強迫登報道歉的這個被告 他也一樣最後是告到最高法院 認為強迫登報道歉是侵犯到消極言論自由 侵犯到人性尊嚴 韓國也有 最後的結論你們知道嗎 這個台 日 韓 這三個國家對強迫登報道歉的那一個態度 我比較一下就是說幾乎就是剛剛都不一樣 韓國的憲法法院 他對強迫登報道歉呢 最後呢他們的判決就是宣告這是違憲的 那這個在韓國還有在國際上的比較憲法的討論 對韓國這個判決都有很多研究很有名 那麼他是涉及到那個報紙是登來一個韓國 好像韓國小姐曾經 我已經忘了曾經是什麼 是不是曾經美容嗎 這個等等之類的 好像為了這個涉及的一些問題 結果是登報道歉 可是最後法院的判決認為說強迫登報道歉 不僅是侵犯到消極的言論自由 也侵犯到人性尊嚴 人格權 這個的確是跟台灣的大法官的一個看法是一樣 所以在韓國目前已經沒有強迫登報道歉了 日本最高法院在一定的限度內 他認為是可以的 日本基本上是認為是可以登報道歉 那麼台灣你們認為我們台灣到底 各位你們讀了大法官這個656這樣 你們認為大法官的意思是可以還是不可以 這個真的是一個大法官解釋各自解讀 從這裡來看好像是大法官認為 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登報道歉 只要登載判決還有澄清 他認為說如果這樣也不能夠回復名譽 才可以登報道歉 實際上我們過去我們的判斷 幾乎所有的妨礙明義的案件都可以透過澄清起誓 或是登載判決部分或全部在報紙 就已經足以回復名譽了 你要說澄清起誓還有登載判決的起誓等等 認為已經把原告勝訴都已經登載這報紙的 那個判決都幫登載 竟然還能夠還說不能夠回復名譽嗎 我們過去認為是匪夷所思 不過這個算是一個妥協 就是你加上這一個可能很多人是認為 好像還可以必要的時候 不過我們是希望說讓個案由法院來判斷 我們本來期待以後在台灣登報道歉 大概就會銷聲匿跡 可是後來656解釋做成之後發現沒有 我們的法官在個案常常也判斷結果 認為曾經其實還不能夠回復名譽 登載在判決也不能夠回復名譽 還是一樣命被告要登報道歉 所以在大法官做成656之後 登報道歉並沒有銷聲匿跡 那麼到目前為止還是一樣有 那個登報道歉的這個情勢 那這個我過去登載大法官的時候 對這個我曾寫過一個寫懂意見書 基本上我是認為不應該強迫登報道歉 那因為最主要是認為這個是 認為說道歉若是出於公權力所迫 並在公開場合為之 那麼影響不僅是表意自由 不表意自由也涉及人格尊嚴 內容如果涉及倫理對觸的良心問題 涉及到良心自由 那麼經過利益衡量 這個基本上我個人是認為說 強迫道歉就很像過去要求加害人 受到遊街示眾的驅逐 我認為基本上是類似的 我們就說你如果叫過去農業社會 對於要強迫登報道歉 通常就是叫他在村子的那裡 就選一個牌子說對不起我錯了 或是去遊街示眾 我認為這個登報道歉基本上 效果基本上是類似的 所以是跟披掛我錯了我道歉的拍子 真的結構等等是一樣 所以我認為文明國家不應該有 這種強迫登報道歉 不過我寫的這一個系統意見書 學界還是很多人批評我 還是很多人就是應該要登報道歉 這個才是合乎公平正義 那這個是 這個問題就是說學界看法 還是有不同的一個見解 好吧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那麼下一次我們大概就會講到政治言論 好今天就上到這裡下課